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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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不離不棄 今天的樂會確實是稍微長了一點點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因為收到了這些手稿之後 也去算那個時間 結果作曲家有很多沒有在上面的標註說 時間 速度 有一些都後來我們才慢慢慢慢的把它找回來 所以在算的過程當中 確實是有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演奏者 他們有去詮釋的時候 時間上面就稍微拉長了一點 真的很抱歉 我們知道下半場是鄭新貴老師 鄭新貴老師也是我的老師 我那個時候在四大音樂系念書的時候 雖然我不是主修作曲的 但是因為在我記得我要考研究所的時候 他特地呢 無條件的幫我補了樂曲分析 讓我考上四大音樂研究所 當然不只是這些啦 因為鄭新貴老師呢 就是一個真的是 他的內心的世界就像他的音樂一樣 他不像徐崇隆老師那樣子 徐老師是非常結構性非常完整的音樂 鄭新貴老師呢 他的音樂就像他的人一樣 非常內斂的 所以要了解鄭老師呢 真的是必須要從他的很多的樂曲裡面去思考 但是我也不認為 因為以前大家都一直思考 一直認為說鄭老師的曲子呢 非常 avant-garde 非常前衛的 我從我念書開始 就是這幾個印象的一直在 一直在我的腦筋裡面一直轉 然後後來到這一次 我真的是從頭到尾 這幾首曲子 琴 不管是演奏家也好 或者是合唱團來演唱之後 或者是室內樂團來演奏之後 我發覺到只要你多花一點時間 進入他所設的局 音樂就不一樣 所以不能一次我們就台上見 那當然 所以我說今天晚上這個音樂會 要還給老師公道 意思就是說 有一些我們真的是誤會他了 鄭老師的學習的過程 我想我就不用太多的講 大家看這上面就知道 其實老師呢 他最主要的是 後來到德國去了以後 受到三個老師的影響 對他的音樂影響非常的大 後來他又回到 我們知道他1986年 回到1980年 81年 回到師大音樂系來任教 然後一直到他退休 然後後來到 那個開南 開南大學呢 科技大學呢 去教授電子音樂的課程 一直到他離開 所以這一段時間裡面呢 我們看到鄭老師呢 他真的是 一剛開始就是因為到德國去 所以受到德國 現代音樂的影響非常的深 然後回來以後 他在1989年的時候 跟我們知道的是溫榮信老師 他也是客家人 也是六堆的客家人 是高速的客家人 跟潘煌榮老師 跟鄭熊伯老師 他們組成了台灣 現代音樂協會 從此走上了這一條很長的路 所以就像我在上面所寫的 鄭老師他是客家人 他幾乎把傳統音樂呢 放置在他所追求的那一種聲響當中呢 去運作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從他 很多不同的樂曲當中呢 可以理解鄭老師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首先第一首很有名 他這首曲子叫做陽關三碟 他是鋼琴的 其實上是一個變奏曲 他的主旋律 當然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那個 未曾遭雨依清晨 可舍情輕流舍心 這個主題等一下大家可以聽到 他不斷的一直在那邊 他就好像郭德堡變奏曲一樣 他做了八段的變奏 那到了第五個變奏的時候 大家可以聽到 這就是鄭老師最擅長的 他會到鋼琴那邊 去用播弦的方式 把剛才唱的一個旋律 又再用播的播出來 一直到最後一個變奏的時候 他又會再重新 再來把剛才的主題再重新編 好今天這場演出 真的還是要感謝 我的好同事 就是剛才前面 在第一首曲子的時候 已經演奏過的蔡嘉惠老師 他為了這首曲子 真的是拼了老命 因為他的研究室就在我旁邊 然後一天到晚來討論 這個音樂到底怎麼樣 他一個音的一個音的 把他撿起來 終於把這首曲子 很完整的 今天晚上要來呈現給各位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 蔡嘉惠老師 如果他沒有她喜歡的 請問一下 也請到剛才 請問一下 而體操 局 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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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